大家好,我是功亏一篑的朱教授 大家知道我的,我一直都是水培的提倡者 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翻车事件让我意识到 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可以水培的 今天发现我辛苦培养了116天的一株葡萄汁 死了,死在了我的水培桶里 这株葡萄汁是我8月份从别人的花园那里剪下来的一个枝条 我想试试能不能靠千叉养出一株葡萄来 我把它插进水里,每天像伺候孩子一样 给它清洗换水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料 它终于生出了一点点的小根 当时我已经开始弄雾培了 我打算把它放到雾培箱里培养一下促进生根 果然成效喜恩 大概20天,它的根就已经长成八爪鱼一样张牙舞爪 但是我对雾培长久的生长没有信心 所以我专门把它转移到一个水培桶里 心想这下稳了 有了专门的生长空间 这个葡萄活了 没想到啊,过了12天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这株葡萄去世了 我不知道它死去的原因是什么 以前我扦插出来的黄瓜 也都一样莫名其妙的死在水培里 有可能这些很鲜弱的小生命还是需要放回到土壤里边 它们才会好好的生长吧 很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椰康这么逆天 如果当时我给它做一个椰康种植袋 也许今天它已经长大了许多吧 生命逝去没有存档 经历了116天的努力化为泡影 这给了我一个惨痛的教训 水培不是万能的 它是被阉割的生存环境 缺少了很多土壤带来的微生物的互动 尤其是扦插出来的这些枝条 千万别移栽到水培里 最保险的还是土培的环境 您能帮我分析出我这些翻车的原因吗 请在评论区不吝赐教 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点赞 关注 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